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参加微博之夜获得年度受欢迎的歌手大奖 他表现得很喜感 倒也不是放飞自我 比较会活跃气氛 周深谈到和宋亚轩的合作 开始以为他是很内向的人 慢慢变得有点开朗 看到宋亚轩在王牌对王牌的一些镜头 关小彤都说他是巅工 对他还是不熟 还是比较有趣 下一次见到宋亚轩会对他说 轩哥 谁的辈分会大的过你 宋亚轩其实很有好 对他的风格也是没想到 他喜欢R&B的风格 过年回家坐大人桌 以前回家被亲戚邀请唱歌 他们跳舞 还点歌了 谈到和孟子义在奔跑吧录制过程 他听孟子义唱歌的表情也出圈了 很多人觉得好笑 没有真实的OS 全写脸上了 当时在转场 想不到会被录下来 现在唱冬天的秘密都会想起孟子义 同时听到谁说自己喜欢唱歌 也会想到孟子义 看来孟子义这歌声杀伤力太大 孟子义身上让大家体会到快乐是重要的 不喜欢教别人去唱歌 但会分享这样的快乐 音乐带给大家快乐这才是重要的 新年愿望想和王菲老师合作 不敢说但还是说了 期待很多年了 许个愿也是无所谓的 王菲是周深的偶像 想和偶像合作 周深现场还学习周迅的表情 认为微博之夜红毯艺人太多 2023年只休息一个星期 自己是个爱工作的人 想回家 推荐自己的第二家乡贵羊 因为夏天不怎么热 2024年愿望是继续唱歌 一般礼仪是主动打招呼 想聊就聊 和大家迅速熟悉起来的秘诀是没有秘诀 录节目的时候 不会迅速和大家熟起来 因为会比较尴尬 担心对方不想聊 大家都很累 胡歌也是周深的偶像 周深为他们的节目录过歌 还见到胡歌 很想和他合影 可惜的是没有和偶像合影 在关键的时候 周深还是爱人 并不是一人 所以和胡歌老师的合照也没实现 微博之夜 大家都看到胡歌主动走到周深身边坐下来和他聊天 可能是感谢周深为他们的节目一路前行演唱插曲 我一秒小爱你 周深获得微博年度受欢迎歌手奖 也是很有分量的一个奖 他是越来越红 歌唱得好听 综艺节目也是更多 很活跃 最后大合影的时候 胡歌和周深一起站上去 不过周深选择站在胡歌旁边 胡歌还让周深站进去 但周深是一偶像站过去 看来周深还是很实大体的 可能过去很内向 也很自卑 现在通过努力变得越来越强大 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和喜欢 周深用自己的笑感染很多人 他可能也是害怕尴尬 所以会主动和大家打招呼 目的还是希望气氛活跃 这样大家录节目不会尴尬 就像谢娜和杨迪说的那样 别看他们很闹 其实他们是在活跃气氛 让大家不尴尬和冷场 周深可能也是这样的想法 目的还是制造看点 不要让大家太过沉闷和尴尬 感觉宋亚轩和周深一起录制节目 也是放松不少 开始变得活泡起来 周深是一个希望自己和别人都快乐的人 他记住孟子义的不是尴尬的歌唱 而是他带给大家的快乐 记得两人在江苏卫视互动 孟子义告诉周深网友说 他们两个百灵鸟 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完全是自嘲 不过孟子义唱歌是真的五音不全 他自己知道 全网的人都知道 周深的可爱和乐观 感染了很多人 周深回复网友见到 像胡歌又幸福了 他说努力做好自己是有用的 诶 词话不假 走好自己的路 某天才能站在偶像的旁边 周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励志故事 希望他的粉丝们也坚持走自己的路 到达周深的身边 胡歌为什么出道红到现在 看看这些成绩你就知道了 胡歌以其出色的表演和卓越的成绩 成为了众多观众喜爱的演员 《仙剑》系列剧集不仅开创了仙侠剧的仙河 也达到了巅峰 至今仍有70多万人 给予9分以上的评价 成为了无数观众的回忆 而李逍遥一角更是入选了广电百大经典角色 成为了唯一一位仙侠剧角色的入选者 即便十几年后 仙剑原著作者姚壮献仙 仍高度赞扬胡歌在该角色上的表演 2010年 胡歌主演的神话掀起了收视热潮 一经播出就打破了央视收视记录 胡歌再次成为人气巅峰 迎来了爆红 2013年 胡歌决定转战舞台 持续磨练演技 他凭借出色的表演荣获北京丹尼国际舞台表演艺术奖最佳男演员 胡歌一路演艺生涯十年如一日 后来还因在多个国家的表演节目中呈现精彩演出而被话剧院授与荣誉演员称号 并两次当选乌镇戏剧剧节委员 2014年 胡歌继续转型 在以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生活启示录中取得了超高收视率 尤其在蒙古国更是夺得收视冠军 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在外国的最高收视记录 而胡歌也因此获得了亚洲特别贡献奖和中国电视剧海外推广大使的称号 2015年 胡歌主演的三部大剧连续罢评 使他事业达到了巅峰 伪装者成为了近十年收视最高 重播最多的谍战剧之一 并被列为网络播放十大场伪剧之一 他也是唯一一部在岗位上坚守的谍战剧 开创了类型和年轻型谍战剧的先例 胡歌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文荣奖最佳男主角奖和飞天奖优秀男演员提名奖 成为该剧中唯一一位获得主流奖项的演员 伪装者让胡歌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演员 至今还是备受期待的明星之一 狼牙榜成为了网络大IP改编剧的杰出典范 依然是近十年来武侠剧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 至今已有接近80万人及于9.4分以上的高评价 胡歌凭借该剧所获奖项令人眼花缭乱 其创造的产值更达到了57亿人民币 狼牙榜至今已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发行 并赢得了许多海外观众的喜爱 梅长苏这一角色也入选了广电版大经典角色 使胡歌成为了80后演员中入选广电经典角色最多的演员 2017年 胡歌主演的《猎场》播出后成为湖南卫视改版后 关注度最高的电视剧 其网络播放量接近300亿 成为商战和职场剧类型中的翘楚 各方面数据热度甚至可以与宫斗剧相媲美 胡歌凭借郑秋冬一角荣获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2019年 胡歌进军大荧幕 首次挑战主演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 入围第72届嘎那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起点颇高 至今5年来仍然是唯一一部入围嘎那主竞赛的华语片 并且也是近10年来唯一一位主演电影入围嘎那主竞赛的男演员 还打破了嘎那主竞赛票房记录 同时也成为了国产文艺片年度票房冠军 2022年 胡歌时隔5年再次回归小荧幕 主演县礼剧县委大院 依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将一部冷门的县礼剧打造成了收视最高 重播最多 招商力度最强的剧集 超越了人们对于县礼剧招商能力的认知 该剧的网络播放量接近100亿 成为史上第四热播剧 胡歌再次入选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2023年 胡歌主演的电影不需此行 再次闯入了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同时荣获上影节精选影帝 使胡歌成为了80后演员中入选 国际电影节主竞赛最多的男演员 导演和观众都赞誉胡歌的演技出众 这也是他拥有如此无人打破成绩的原因之一 胡歌可以说是明星中的璀璨明珠 经久不衰 他的成就非常值得称道 试问 有谁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胡歌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宝